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开直播 工作人员守华关掉十几美颜 夏淼她的颜值引热议 有一位如此惊艳的顶级女明星 她在过去几年中的知名度简直是登峰造极 令人惊讶的是 她并非演艺学院出身 也未曾接受过专业演戏的培训课程 然而 她却每年都能推出一部轰动一时的大剧 全心全意投身其中 从一开始被观众调侃为吐气少女 到如今成为人气女王 这位精彩绝伦的女演员便是赵丽颖 赵丽颖诞生于河北保定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 尽管家境普通 她的成长经历却令她培养了朴素谦逊的内心 即便在未来宏极一时 她依然保持着真诚的态度对待粉丝和观众们 虽然在普通家庭长大 并且仅拥有一所专科学历 但这并未动摇她独立自主的性格 一路走来 她用坚定不屈的精神在娱乐圈艰难的爬滚摸打 最终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当红明星 她的故事不亚于丑小鸭的逆袭 演员们的成功之路何等艰辛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的辛酸与辛酸 在一次DIOR晚宴上 中国区两位品牌大使 赵丽颖和杨颖 Angela Baby 联媒代表品牌亮相 一张合照揭示出赵丽颖的尴尬境地 可见待遇不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 杨颖非常擅长英语 她的流利口语自然引来了广泛赞赏 然而 赵丽颖因为英语发音有些声疏 却遭受了不少网友的嘲讽 指责她不配与杨颖一同成为品牌代言人 甚至对她的外貌进行恶意攻击 在那段时间里 赵丽颖饱受外界的批评和负面评价 许多人预料赵丽颖会因此迎来滑坡 却没曾想她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 她选择了以作品作为自己的回应 当Angela Baby被质疑之擅长抠图时 她已经积累了几部叫好又叫做的重磅剧作 而这些剧作已经成为她的标志 通过她的行动 她向观众们展示了她并非止于子 她能够更加出色 在一场电视剧宣传活动中 赵丽颖热情洋溢地进行着直播 意外间 她的助理师手将美颜模式关掉了 下一刻 赵丽颖的面貌立刻引来了一片讨论声 因为无论是开启美颜还是关闭美颜 赵丽颖的面容状态都丝毫未变 她的皮肤细腻无瑕 毫无皱纹和毛孔 完全不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 她展现出了非常年轻且美丽的一面 这无疑彰显了赵丽颖真正高颜值的事实 你们认为如今赵丽颖是不是成功的逆袭了 如同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一般呢